早晨,今天是2024年4月17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始直擊 今早我們有國龍徵圈研究部投資經理方澤橋 和我譚海運陪你一起開始 Kelvin,今早大使有甚麼焦點? 現在港股退手到16,200點 究竟港股會繼續下層? 還是一個上落市? 今天和大家拆解一下 好,我們節目踏入第二季 都有新面貌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以及推介給有興趣了解 股票市場和投資的朋友收看 如果你都有投資問題 歡迎你現在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個別發展,導致向上 包圍以暗示,減息或推遲 導致高開後一度倒跌 收市上升63點 收報37798點 標誌跌0.2% 收報5051點 納指跌0.1% 收報15865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跌1.2% 歐洲股市向下,三大指數跌幅超過1%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Tesla宣布全球財源一成 股價跌2% 是連跌第三個交易日 蘋果的股價也要跌近2% Google的股價也是向下的 另外AMD和NVIDIA都是做好的 NVIDIA上升1.6% 星期四將會公佈業績的Netflix上升1.7% 超微電腦升了一成 另外聯合健康的業績 比市場預期,股價升1% 2月託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 方網股ADR普遍向下 騰訊折合300.57元 美團折合98.05元 匯控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友邦進一步向下 折合45.68元 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繼續向下 跌240點 38,230點 另外看到第3行 台灣家權平均指數 現在早段跌超過2% 跌超過500點 最新去到19,900點的水平 另外悉尼普通股指數 和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 早段都要向下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企 現在再跌52點 退守到16,200點以下 稍後會和Kelvin詳細談 究竟港股後市會怎樣走呢 現在談了美國的市況 聯儲局主席鮑威夷昨天說到 近期的數據說到 美國通脹回落到 局方的2%目標的路徑 其實是缺乏進一步的進展 他說到聯儲局重視的通脹指標 核心個人消費開支評減指數 即核心PCE 聯儲局預計將會集幅徘徊在2.8%左右 聯儲局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才能對通脹進程展現信心 而他說到 讓高利率政策在更長時間內發揮作用 可能是適當的做法 Fatwatch的數據就看到 市場預期6月減息的機率 就是進一步向下 現在主流依然是預期會9月開始減息 不過大行的看法其實推得更遲 美銀和德銀 我們昨天說過 就是預計12月才會減息 而瑞銀他們就是預期今年會減息兩次 但他們就說到 如果通脹無法達到聯儲局目標的話 而他們覺得這個不能夠達到聯儲局目標的可能性 其實是越來越大 他們說會有機會刺激貨幣政策轉向 即使今年是減息兩次 會令到聯儲局反過來 未來的一年是會加息 明年美國的息率最高是有機會去到6.5厘 而這個美國息口的上升 是有機會觸發股市下滑 他們估計下滑的幅度是達到1乘至1乘5的 現在看到就是美國的數據顯示他們經濟強勁 減息的時間表就進一步推遲了 其實美元近日都是持續高期 亞太區昨天看到的市況就是無論是匯率和股市都是受壓的 好 現在連鮑威爾都說到有機會就是會進一步推遲減息的時間表 美股已經出現了那個調整 如果美息不要猜到那麼極端出現一個反過來加息的情況 只是維持在現在的高位上橫行 你猜美股會不會有一個進一步更加深的調整呢? 我們看回美國的通脹大概現在是3.4億 之前來說都高過市場預期的 所以來說其實減息的機會推遲也是正常的 由3跌到2的水平 其實根據以前的一些慣例 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就不會是很容易就好像一步一步下跌的 一定會在三個就徘徊一段長的時間 所以我也覺得 美國的通脹都可以維持3.1 3.4這些水平 要跌下去的機會 看來暫時都不會那麼厲害 因為剛才也提及過了 一些他們的經濟數據仍然是強勁的 那麼強勁的經濟數據 要通脹跌下去 我覺得就比較難一點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算美國來說 減息的機會會退遲 但是其實現在都是一個上落市 就是納指 都是一個上落市 要大幅度去下調 我覺得機會就不是很大 那麼剛才也有大行 也都說過 有機會是今年減兩次息 然後明年就會加息 那麼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就不會是很大 因為你反正都是 就是你會加息 不如不要減息 所以這個機會 我覺得就不會是很高 如果是明年來說減息 因為很多時候美國的政策 都是比較一致性和連貫性的 他們就很少說今年去減息 而明年就去加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就不是很大了 但是你看到就算減息的機會是下降 但是他們的調整也不是說認真是很厲害的 就算三大指數 尤其是納指來講 也是輕微下調 仍然都會在高位上徘徊 所以我相信暫時都是一個上落市 就是上落市的格局 你覺得始終都會維持一段時間 是的 好我們看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連跌四個交易日 昨天就跌穿了50天線和100天線 內地第一季的GDP 其實是超出市場預期的 不過就未能夠帶動兩地股市的表現 港股低開超過200點後 收市跌351點 收報16,248點 國指跌112點 收報5,743點 科指跌104點 收報3,337點 大市成交回升到1,000億 有1,145億 北水繼續流入 勒金額98億8千萬 是接近一個月以來最多 刑付基金給資是26億8千萬 騰訊載有北水淨流入 金額7億7千萬 中石油持續有北水淨流入 金額6億4千萬 電訊股也有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安達和美團有北水淨流出 先跟Kelvin談談大市情況 連跌四個交易日 昨天失手了50天線 還有看到美元強勢 看到上天亞太區股市 除了在中港之外 日股台、新加坡股市都是受壓 你怎麼看港股後市的走勢 之前人們覺得16,200 也是一個橫行區間的底部 如果真是今天 好像黑旗那樣 如是是穿起來的話 你覺得下一步可以退守到什麼水平 作為一個支持位的參考 港股來講 其實較早之前 都是有17,18點 去到大概20天平均線左右 大概就是16,78點 已經失手了 50天線 16,48點 這個比較大的一個 重要的支持關口 今天預計港股 都有一個輕微的跌 因為看到ADR其實也是一般的 因為港內地的經濟數據 差一點 一會兒我們再說一說 我覺得暫時來說 港股可能有機會退休 下一個支持位 但是16,000點附近 但是其實你要看整個整體來說 港股來說 暫時來說 市況仍然都是樂觀的 我也覺得 農年回來 其實你看到港股 就算這幾天 是有個比較大的調整 但是其實都是在700多點附近 都是受到外圍的因素影響 所以導致 港股有比較大的一個下調 再進一步下調 你說回到之前那些低位 15,000點 即是說今年的低位 大概15,000點 我覺得這個機會 就不會是很大的 你看到 上一年來講 上一個年來講 港股其實 每一次都是升一天 就跌兩三百多點 但是今次 其實你看到農年 在這個二月之後 港股都是反覆向上的 暫時都是一個叫做調整期 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趁低去吸納的 你覺得現在是一個 可以考慮入貨的時機 我覺得差不多 接近16,000點 可以分段去吸納 也是講一句 我也覺得港股市底 是好了很多 再到大跌的空間 看來就不會是很大 即是要回到15,000點 留下 我覺得機會就不會是很大 是的 因為 都給大家多個數據 參考一下 剛才開了一個圖 就是看到跌穿了50天線 不過如果看保力加通道的話 現在又是碰到下線 所以Kelvin你都會覺得 是否觸發反彈的機會 都已經差不多來到 其實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 調整其實都大 由17,100點 其實調到過來 都差不多800點了 其實都是受到 美國加息 所謂減息的預期 會推遲 以及內地的經濟數據的影響 不過兩件事 其實已經反映在市況上了 所以 我覺得 有機會觸遞反彈 以及港股 始終有一個力度 有銀性在 跟以前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分段 吸納一些優質股 是的 在這樣的市況下 如果要入市 選擇什麼sector 去買入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好 我們講講 看看過去公佈的數據 有些啟示 昨天內地公佈了 經濟增長數據 第一季 經濟增長在5.3% 其實頗大幅度 比市場預期好 因為市場原本預期 只是增長4.8% 不過拉動經濟的三頭馬車 其實有兩頭 都是不及預期的 先講比預期好 就是固定資產投資 增長是4.5% 預期增加4% 不過 比預期差就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按年就是增長6.1% 市場預期的增長達到6.6% 這是第一樣 失去市場預期 第二個就是 消費品的零售總額 按年上升就是4.7% 市場原本預期有5.4%增長 有兩頭馬車就是不及預期 一頭馬車就是超出預期 令到整體經濟增長 但是數據都大幅比市場預期好 就算是5.3% 有202% 有204% 你會收到1% 你會收到1% 用203% 你會收到3% 你會收到的